各位朋友大家好 继续为你介绍有效的保神中药的另外一部分 第八样就是巴基 巴基是性微温、微甘身、龟神肝经 有保神强根、驱风除湿的功效 多数用来主治神虚、小便不禁、公冷、腰室酸软的病症 巴基是有氨基酸、有氨基酸、甲钙尾身很多营养成分 所以可以抗炎、降血压、抗疲劳 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对于身体虚弱、免疫力低的人食用很有帮助 但是如果是阴虚火旺、小便不离、后肝是醋 不好吃了 第九样就是海马 海马是性温、微甘、入肝、神经 是主治神虚、羊衰 羊蝟、滑蒸、遗尿、气滞、血与这些情况 数有北方人心、南方海马的说法 海马的月纯提取物是有红性和痴性激素的情况 能够增加精子的数量和它的生活率 增强性欲 而且还有多种氨基酸和与氯这些营养可以有抗氧化、抗血栓的功效 但是阴虚火旺性功能抗进和怀孕婦女不宜食用 第十六用 这个有保腎、抑蒸血、强根骨的功效 很好 对腎羊不足、蒸血亏损的羊蝟早舌 疗下不错 另外如果妇女出现公寒不孕、小便频密 这些情况可以适量食用 不过如果你有感冒、有黄痰、口干口苦、喉咙肿痛、离胎很黄 这些症状就寄服了 第十一样就是东虫下草 简称它是虫草 它是性瘟、微甘、有补腎和补肺作用 是一种平补阴阳的名贵药 好像本草重申就说它 补肺亦神 虫草虽然是一种副作用很少的滋补强壮中药 但是很少用它加在药方上 凡是你神虚最适宜就用虫草配搭 肉类好像猪肉、鸡肉或者鸭肉 去炖汤饮用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保益食品 更加有益的 第十二样就是灵芝 它是微甘、盛平、入心、肺、肝、肾、四经 所以它很好的功效 有保气、安神、自咳、平、犬 特别是主治 虚脑气短、肺虚咳嗽、心贵失眠、消化不良 不思饮食和心神不灵 这个情况 第十三样就是石鹤 它是微甘、性微寒、威慰神经 有养、腎、益症、生津、益肺 这些功效 特别是用于肾虚的体质、尿品 这些情况 本草肝木认为石鹤不只能够强阴益症 还延延益受 还可以治疗五臟之病 腎病患者常识 可以改善尿频的症状 每次服用是6至12克 但脾胃虚寒的 就千万不要吃了 最后那样就是河手乌 它是性微温、微苦、甘、劫、归肝、神经 生的它是能解毒、晋肠通便 经过制练过的 是保抑精血、污发素、强、筋骨、保肝神 对因为肾虚引致你的头发、组白、腰室酸痛、筋骨酸痛、水肿、遗症 血崩大下这些病症有一定的食疗效果 是肾病患者的保肾佳品 但每次的容量15至30克就好了 不能过多 但大便躺舍不成型 或者有濕的痰的人暂时不适合食用 所有关于保肾的药材 已经和大家介绍过 关于保肾的汤水 我也有很多 遲些会和大家重温的 那你就可以选择适合你自己口味的汤水喝用 多谢您收听 咱们启晓了 我们下期请关于保育 要不要儿竟然 所以不 duty 我们下期请点赞 询署